李佳心在2018年, 憑BB來了奪得無線電視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18最佳女主角獎, 一直被網民大讚演技了得, 上年她在劇集《智能愛人》、 演活智能機械人阿寶一角並獲得激讚, 更憑該角色高票獲選為民間事後。 最近李佳心憑阿寶一角, 成為MyTV Super的代言人, 化身升級版虛擬智能人, 擔當新管理員,為觀眾服務。 接下來更會火拍黃庭峰主持原創節目《夢中情人》, 節目邀請不同派系的專家, 以不同角度認識夢境, 邀請嘉賓和觀眾提供真實個案, 分析夢境內容, 幫助嘉賓或觀眾解開夢境之謎。